这个时候还是点ECS 还是点 不是点实力 往下找有一个存储与快照 看到没有 点这个快照 点快照 点快照 点快照之后进来之后 这个不用了 这是我什么时候穿起来 这是我上次穿起来 你们应该没有的 对又得买了 再买了 对都要去 等一下 不用点这个 算你点这个 点这个云盘 点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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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与快照里面有一个云盘 点云盘 好 找到你刚才的那个实例 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两个实例 对不对 一个不是两 一个云盘 系统盘 一个数据盘 是不是 这里不是显示一个数据 一个系统盘 点数据 点数据 点创建快照 点这里创建快照 对 系统盘 创建快照 点创建快照 好 是不是快照名称 对不对 我们选TOMCAT 不是TOMCAT Wordpress 好吧 这边有个标签 对不对 你也选Wordpress 好 再一步 其实就干了 这一件事 好 下一步 点确定 这个时候 你再去点这个快照 里面 会发现有一个快照吧 但是只不过 现在显示的是 处理中 等一会儿 等它快照完 比较慢是不是 没事 等它创建完 还是处理中 比较慢 好 稍等一会儿 你们先都 不好意思 那大家别休息了 点自定义创建定项 点自定义创建定项 现在就到这一步了 对不对 好 自定义创建名称 你又要你输名称 对不对 那就输Wordpress Wordpress 都是叫Wordpress 资源组 就选择这个资源组 现在应该有了吧 选择设计盘快照 我这次资源组 是这里 系统盘 这是系统盘 对不对 点添加 没有是不是 没有对不对 那你先点取消 干什么呢 把刚才的数据盘 也给建一个快照 这边还有一个数据盘 也见你们快照 我的牌子在他 我的牌子 数据牌也给他添加一个快照 确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镜像 我们现在是不是把那个data牌 写入了fstb里了 是不是 都没有反应了 其实这个离不创建这个也行啊 不创建也行 因为创建的可能也不行啊 好 成功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 点刚才这个创建自定性侵向 系统牌呢 因为你设计牌你看是不是没有 好 点创建自定性侵向 我的牌子 我的牌子 组员组选一下 添加设计盘快照 再添加一个 这时候是不是就能选data了 对不对 标签 我的牌子 好 大家应该是这个见面啊 ok 点创建 那标签打不打都行 打也行 不打也行 然后 创建完了 镜像 对不对 在哪里看了 镜像 你看他这是不是跳来跳去的 点镜像 然后这里面 你应该会发现有一个 刚才创建好的的吧 看到没有 你们是不是也有 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 有这个吧 镜像 镜像这里应该有一个 他这个操作步骤 是不是有点多 是吧 那没有办法 然后你点这个 创建实力 就是基于你刚才自立一进去创建一个实力 ok吧 点创建实力 就相当于你再买一台 新服务器 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 创建实力 选中他 相关创建实力 他这个不对 他这个还是要自己选 是吧 好 不用这样啊 不用这样选 而选中ECS 在一块儿 还是选中你的主机 这里有一个 更多 购买 相同配置 看到吗 对 实力 ECS里面有一个购买相同配置 更多 更多 购买相同配别 就是 不 有 不 购买相同配置 然后你会发现 不要你选了 你选更多配置 勾一下 其他的都和你刚才那个镜像一样 无非哪里有问题呢 你先点这个全部配置 再点一下全部配置 请访问 好 你会发现它一直在加加加加加载东西 这些东西都和你上面的东西是一样的 OK吧 无非是哪里呢 这里选择这个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在一块去操作 在一块 是在一块 不对 是基础配置 基础配置 因为你看基础配置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镜像 看到吗 选基础配置 点一下这个去操作 其他的都不用动 因为其他的和你上面都一样 无非是哪里呢 镜像在一块 选择自定义镜像 选择你刚才创建的WorldPairs 你看你们是不是有 好 其实其他的就不用动了 其他都一样 点 创建安全组 直接点 确定就行了 确认定单 选这一个 选一个 密码是不是 刚才有人要说密码 这一块是不是 创建密码 使用镜像预设密码 看到吗 就和你刚才那个镜像 密码是一模一样 对 确认定单 创建实力 这个时候就会创建出来一台 一模一样的机器 你看 其中中 但是呢 它怎么呢 它没有这个弹性IP 看到吗 现在它启动起来 好 已经运行中了 是不是 那虽然我们 虽然我们远程反映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SSN上去 123456 不对 ORDPY123456 也不对 是奥特张 ORDP张 123456 好 你看是不是登记来了 主机名没赶 你看一下 看一下现在有几个刺盘 现在没有 是不是 我看这个磁盘 4D1C 是不是一样的 直接用一下MT A 看 是不是多弄好啊 这是不是就像于 刚才那台机器 完全靠同的一台 代码也有 是不是都有啊 这是另外一台机器啊 别误会 这是另外一台机器啊 好吧 你看现在是不是就相当于 你刚才那个 基于靠同快照那种 能理解吗 看是不是两块磁盘 你这就相当于快速创建了 一个运机 和刚才这一台 配置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把它给启动起来 你现在是不是没必要 起数据库了 因为你数据库是不是在后面 你也没必要去挂点磁盘 因为磁盘是不是也在后面 是不是啊 那现在这个架构 又完成了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不是也做完了 对不对 现在还差什么啊 是不是还差负载金红啊 是不是啊